來 各位老闆 我是傑老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魚雷水燈 它的名字呢 叫做西萊特尼 這一個品牌 這一個是MIT的品牌 當然它的東西都是在台灣製造 手工做出來的 我相信這個水燈呢 一定會給掉巨界的水燈一個衝擊 甚至說一個犀利 不要這樣講好了 應該是說 它是一個水燈的進化 我們來稍微了解一下的部分就是說 它的部分分成有四個類別 那我今天來介紹這兩個類別 這兩個類別不外乎就是比較大顆 比較大顆以外呢 它的部分呢 是採用這個呼吸型的 我現在放在水裡 呼吸型的 它的顏色呢 分別有RGBYW RGBYW是什麼顏色的概念 不外乎就是呢 紅色 綠色 藍色 黃色 白色 這五種顏色 那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本身紅色的部分呢 來拍近一點 紅色的部分呢 因為它是二級發光體 採用的電池是LR44 那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二級發光體 紅色 只針對紅色的部分呢 如果呼吸的部分呢 它的這個時間呢 只有這個25小時 紅色的部分 但是我相信25小時已經非常的夠了 那如果說是其他的顏色 譬如說綠色 譬如說白色 譬如說藍色 譬如說黃色 它們的時間都是35小時 呼吸的 呼吸的 有些人不要五連閃的 要呼吸的 就是這個 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它的導引孔 那你水壓測試都是600米沒有問題 這是十星的喔 十星灌進去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類別 第二個類別 叫做五連閃 五連閃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二級發光體 除了紅色它的實數比較少 為什麼 它本身發光體就是紅色 那其他的這些顏色的組成 黃色 白色 綠色 藍色 都是用塗裝塗上去 它的底漆都是白色 它的底漆都是白色 底色都是白色 它只是靠顏色的這個塗料去塗上去 那我們這邊五連閃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紅色的部分 它是五連閃 五連閃之後它就會停 五連閃之後它就會停 五連閃的部分呢 我稍微了解一下 各位老闆稍微了解一下 五連閃的部分 紅色的時間是約160小時 非常的長 其他的顏色 黃色 白色 綠色 藍色 OK 這些的時速都大概約200小時 我以上的這些時速呢 都是實質上測出來的 我們都故意抓短一點 為什麼 再扣個10小時 或是扣5小時 我希望就是說 客人啊 不要說什麼 我誇大去講這個水燈 那這個水燈介紹給各位大家 然後記得這個品牌 它叫做西萊特尼 是我們台灣MIT的台灣工廠的品牌 重點是價格嘛 這個大水燈的部分呢 一顆 不管是呼吸 不管是五連閃 都是80塊 有喜歡你們 要怎麼去改裝 變化 我也歡迎你們跟我們討論 我只賣這個組裝好的 我沒有賣那個綁好的 你們自己去取決說 你們怎麼綁 因為我後來發現 搞不好跳有綁的 比我見到綁的還實在一點 OK 有什麼喜歡 找到我們聯合下去 下方留言 我們都可以討論我們的這個視頻 OK 感謝你 我跟你講 當然要注意 我們每次都會認識 話音樂 回家 說明 i know you